中国最可惜的两个帝王 这两个最让人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雄才大略能够大大的推进中国进步也最可能乱世中一统中国然而却出师魏杰申先死战前病逝需要说明的是诸葛亮的出师魏杰申先死并非是没有打赢胜仗而是没有达成战略目的或最终目的 旧身先死 刘御汉末之后天下大乱虽有晋朝短暂大一统但很快因五胡乱乏又陷入混乱百姓水深火热 到刘御时已经持续了二百余年 尤其刘御崛起之时天下割据势力无数即便是南方的东西实际也处于四分五列之中北方几乎都是一组政权 在这一艰难形势之下刘御新始一统南方接着刘御北伐都收复了洛阳长安两都然而就在计划出征北位准备一统中国时却因病去世 在此之前刘御已雀跃阅大铺北位大幅度削弱了北位实力 可以说只要刘御都活几年几乎可以肯定能一统中国 让中国提前一百七十余年实现大一统 刘御四百二十二年却是阳间五百九十年一统中国 所以刘御得到评价很高 王夫之评价 御之为公于天下 列于曹涛 汉之后 唐之前 为宋氏 刘可以为中国主也 梁喜超评价 稍足为历史之光者 一约赵武陵 二约秦时 三约汉武 四约宋武 如此而已 柴隆对于柴隆 大家都比较熟悉 主要和赵光有关 篡夺了后洲江山 在《水浒传》中 柴大官人柴晋 就是柴隆的后裔 为什么说柴隆也是最可惜的帝王之一呢 柴隆南征北战 西败后蜀 三征南唐 大幅度削弱了这两国的实力 所以 后来 赵匡隆才能轻松灭掉这两个国家 然而 柴隆北伐辽国时 开始连战连结 连收三官三州 共识期限 但正准备攻打中原战略屏障幽云十六州时 却因病退兵 回京之后不久去世 宋朝为何一直备受北方辽国 经国 蒙古的挨打 有一个关键就是没有幽云十六州的战略屏障 让敌国骑兵可以肆虐北方大帝 如果柴隆不死 或许就能打下幽云十六州 改变这一挨打的局面 一直到朱元璋时期 中原王朝才再度收回幽云十六州 朱元璋评价 三代之王有其时而能为之 汉文有其时而不为 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民国史学家蔡东藩评价 智若周世宗之因五过人 王朴之智谋绝俗 天独未嫁一年 不获共谋统一 命一树也 后继所谓实也 命也 运也 非无之所能也 项羽自稳之前 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 其实这真没什么道理 但在刘玉和柴荣深 伤 将他们的命运归咎于天 却十分有理 试想一下 以这两人的雄才大略 只要能夺活一些年 中国历史就会大不一样 比如 刘玉可能让中国提前一百七十余年实现大议统 柴荣可能让中国不会有宋朝之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